让我们来了解FPD冷冻饮料自动售火机后轴风的重要更换步骤 此次培训包含的内容有 必要的工具 如何安全地维护售火机 如何拆卸和更换后轴风 以及如何安全地让售火机回到工作模式 必要的工具 完成此次更换只需要使用少数几个工具 你需要用到一个40度的弯钩 一个用于排空钢体的容器或桶 以及润滑剂 建议使用倒康磷化合物 111乏用润滑剂和密封剂 安全地维护售火机和排空钢体 打开售火机的前面板 找到键盘界面 按下关闭按钮 关闭售火机 接着按下除霜按钮 为所有钢体除霜 等待一段时间 让售火机完成除霜周期 然后排放掉所有液体 将钢体排空 为协助排放应访问服务菜单 滚动至手动开关位置 完成此操作后 打开各个钢体的二氧化碳电磁阀 确定液体已经完全从钢体中排空后 关闭二氧化碳电磁阀 拆除面板组件之前 拉一下排气阀 以确保电磁阀处于关闭状态 且钢体内无压力 要验证该项 请检查LCD显示屏 屏幕应显示箱体为0PSI 一旦确认0PSI 拔下售火机的插头 卸下面板全钮 然后从机器上拆下面板组件 接着 卸下售火机中的搅拌器杆 如何拆卸和更换后轴风 使用40度弯钩拆下售火机中的旧后轴风 请注意 该过程要小心谨慎 切勿刷伤陶瓷 钢体内侧 或封闭区域 请在新后轴风的内表面涂上润滑剂 切记 新的轴风安装时 其环槽要朝向售火机正面 确保新的轴风完全固定于钢体的密封槽内 一旦确信此操作无误后 即可开始组装售火机 使其回到工作模式 让售火机回到工作模式 现在 重新安装搅拌器杆 面板 和面板旋钮 注意 不要将面板旋钮拧得过紧 但要确保旋钮足够紧 重新插上插头 接下来 给钢体加压 压力为30psi的二氧化碳 检查是否泄漏 验证压力保持为30psi 一旦30psi得到验证 拉一下排气阀 直到压力下降到最低24psi 然后重新填充钢体 上述操作完成后 即可开始用产品重新填充钢体 以及利用适用此台售火机的安装和操作规程 并按照正确的程序来重新启动此台售火机 请确保彻底检查机器是否泄漏 一旦确信机器不泄漏 表示已经完成了更换后轴风的任务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www.fbdfruzen.com 请访问